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反抗的时候可能是她在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位爸爸他有一个问题了 Philip他就问说我的儿子今年八岁 他做功课的时候总是拖拖拉拉的 不然就是忘了做 那整天其实只想着玩 那我应该怎么样让他听我的话呢 我们问一下 潜益 你教一下这位Philip爸爸怎么来对付你 我说他的孩子 我没有 你看对不对 可是在学校呢 我的同学就有 怎么说 就是说他们老是在教一半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躺 然后他还去跟别的同学说 那会结束呢 轩宇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我做功课不会拖拖拉拉 因为我回家只有两到三个小时做作业 可是我的朋友 他每次做作业做到一半时 他会看手机然后玩游戏 你是他妈妈的话 你会跟他怎么说 我会跟他说 如果你还是这么做 我就会拿走你的手机 舒青这个办法 放在你的孩子身上 会不会有用 没有用 没有 你把手机拿掉了 他会找别的东西玩 他就是在处在的那个状态 已经是无法集中了 对 所以我的经验是 要知道说他为什么突然间 没有办法集中 通常我的孩子就是在做华文 做文的时候 一定会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通常都是因为他们 已经不知道怎么写下去了 所以就是要坐在那边 陪他一起想故事 然后帮他跨这个东西 跟他跨过去就能够解决了 轩宇这里好像要补充 如果你每次就拿走你的手机 然后你放在一样的位置 那个孩子可能会去那里 然后找 然后拿走手机 所以你可以限制他的数据 就是把他的数据给拿掉 对不对 这个很有用 一定是你妈妈曾经也这么做过 不是 你知道别人的妈妈有做过 OK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我也曾经做过 舒青讲到的一点很重要 就是他在拖拉的背后 其实是有蛮复杂的原因的 为什么刚才特别提到说 一到写华文做文的时候 就开始拖拉 对 因为他会觉得 这个这项任务 对他来说太难了 所以我们先要明白 他究竟是为什么 另外的话 我其实经常听到身边的父母 有的时候说 哎呀 我们就让孩子自主 自己管理自己 让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听上去好像没有问题 也很对 也是现在我们倡导的 可是在孩子形成他的一个习惯之前 其实他有很多需要帮忙的地方 比如说 刚才小朋友提到的 就是对家里网络的一些 一些适当的管理 适当的一些一些约束 包括舒青刚才提到的 讨论一下这个文章的线索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都是给他一些方法 以及给他一些支持 对 所以我其实还从我朋友这里 听到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试试看 他给孩子排了这样的一个字查表 不过我在介绍之前 特别要提醒的是 这个字查表呢 里面的内容安排 也最好是跟孩子一起商量出来的 嗯 不是告诉他 你放学之后先做什么 再做什么 刚才我们的潜意 不是自己排了吗 让他自己来排顺序 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讨论 放学之后我们 你每天究竟是有哪一些内容的事情要做的 啊 然后每一项作业分别可以安排在什么时间 或者你的补习的内容 可以放在什么时间段 包括他的阅读呀 玩耍休息时间 都可以排进去 嗯 那么他可以自己来自查 我做完了 我就可以打一个勾 就是这里的勾 可能一周下来 你去统计一下 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八十 就很好了 特别是对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拖拉是尤其在小年龄的孩子里面是很常见的问题 可是每一个拖拉孩子背后的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有些孩子是说 哎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没有那么强 那么就可以用李莲说的这个办法 有些孩子就是他的注意时长没有那么长 那么你就可以一定要放一些休息时间 允许他放空 嗯 你要观察他的他的这个注意时限 是十五分钟也没关系 我要给他五分钟休息 但是下一次我可能就延长到二十分钟 才有五分钟休息 就是慢慢来 可能下一个月就是二十分钟 再下一个月就是二十五分钟 这样你一点点训练孩子 你知道吗 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儿子永远在做作文的时候 一定是肚子饿 一定是口渴 就是平时这样吃东西喝东西他都不要 就是开始做功课 妈妈很饿 妈妈很饿 对 还有的孩子呢 他其实各方面能力都ok 可是他对这件事没兴趣 他不想做 他觉得这个功课我做他干嘛 他根本不知道成绩好 有什么用 你再给他时间表 对他没有意义 反而是慢慢想到一些办法 让他认识到说 你每天做作业成绩就会好 成绩好会怎么怎么样 他有这个motivation 就是动机之后 才能解决拖拉的问题 嗯 刚刚我们有说嘛 可能青春伴逆期应该是十多岁 有些孩子呢 从十岁开始就有叛逆期了 他们的家长都会觉得束手无策 那怎么办呢 到底是孩子有问题 还是家长了解孩子不够好 我们的家长艺人 就是淑青妈妈呢 有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他有没有让你有青春期的麻烦 这一两年是顶水顶得比较多 没办法 对 可是我有去做一点 research 我知道说这个年龄是因为 是最考验爸妈的 他们会push you to your limits 就是因为他想觉得他自己的生活 然后他很不喜欢你爸妈来告诉他 他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 因为他觉得他在长大了 他p5了他p6了 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去做 因为我知道说 妈妈跟儿子的时间必须沟通 就像刚才燕熙有讲的 就是你要知道前一后果 前一在家里有没有常常听到 你也这样啊 或者是常常讲说 你也这样啊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我不可以这样 我七岁的时候 我问爸爸 为什么你可以玩手机我不能玩 哇 然后你的爸爸就跟你说什么 手机是我买的 哈哈哈哈 爸爸说什么 他说 你看 很多小孩都玩手机 他们一玩手机 他们就不想读书 然后他们不读书 他们不是那个成绩不好 对 成绩不好 然后老师被天天天被老师骂 然后 从今好还是被天天 天天被老师表扬对不对 被表扬多好对不对 所以你爸爸这么说 你就慢慢说 有道理 那你就没有玩手机了 对 那你没有问你爸爸说 那你也玩手机啊 那这样子会不会工作成绩 业绩会降落 他告诉我 然后 我可以选 我可以干嘛 轩宇呢 我不会这么做 其实这个 我们也要跟家里面 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要是大家也有同样的问题 想要来发问 跟我们一起探讨的话呢 可以来到我们的 Emplay Asia Facebook Live 或者是下载我们的 Emplay Asia的APP 在我们的APP上面呢 留言 那我们会尽量 来回答大家的 那专家朋友们有什么 可以说的 这一点关于手机的使用 就是特别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小朋友也很想用 然后爸爸妈妈在家里 事实上也是经常在用的 对 然后刚才 书清其实给我们 特别好一个示范 有一些事情的处理上 我们就是可以用 以身作则的这个方法 我们既然想要要求孩子 少使用手机 那我们自己也用 跟孩子共同约定的 这样一个方式 也适当地给自己一个约束 第二个方法啦 就是事实是怎样的 就告诉他 他总要喝饮料啊 吃糖果啊 我就找出那个 吃糖 研究吃糖的一个纪录片 告诉他一个人做实验 连续三十天摄入糖果量 然后怎样的结果 事实科学摆在眼前 我的电脑出了工作以后 我要堆积很多这种 这样科学的那个资料 有没有 Why You see Because it's like that 其实孩子玩电脑 他们玩电脑过后 他们的情绪 其实真的是有点暴力倾向 如果你只是跟他 谈手机电脑的时间 这是一个陷阱 他的心理的某方面诉求 没有在现实世界里面 得到满足